天涯瞎看陪你砍大山,欢迎来到瞎街儿看,我是老二 恐怖小说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那些惊悚的画面对鬼怪细致的刻画 每每回想起来,无不刺激着我们又害怕又爱看的神经 但是作者们为何能幻想出如此真实的场景呢? 是他们的想象力足够丰富,还是说他们真的见到过鬼呢? 欢迎和老二一起收看今天的影片超度 严东是一名恐怖小说家,可他的书一直无人问津 销售商无情的打击让他心情低落,但糟糕的事情不止于此 和好友包进回家的路途中,一辆汽车失控撞来 车上的女人阿芳当场愈命 严东急忙拍照取证,包进则拨通报警电话 虽然过错方并不是二人,不过他们还是参加了阿芳的超度仪式 没想到严东还被黑粉元宝认了出来 严东的小说被直言一塌糊涂,鬼根本就不是他描写的样子 因为元宝的朋友阿乐天天都能看到鬼 严东根本不相信有鬼,还说超度法会就是骗钱的把戏 这话让阿乐当场暴怒 然而他刚想说些什么,却又马上闭口不言 阿乐直直看着严东身后眉头紧皱,最后扭头便走 严东身后有着什么也许只有阿乐知道 可能他真的与众不同,每晚都会被恐怖的噩梦侵袭 不料噩梦中的冤魂厉鬼竟然真的走进了现实 看着漆黑的走廊,起夜的阿芳顿时屏住了呼吸 暗戟上的物品无人滑落,似乎有着未知力量在操控着黑暗 阿芳鼓足勇气加速逃回了房间,他根本不曾看到 方才经过的路上正有着一个惨白阴冷的身影 终于回到了房间,阿乐常常出了一口气 谁知三个好友拿出纸扎人再次把他吓了一大跳 嬉闹的声音惊动了三姐,他是安堂的主理人 阿乐几人则是学徒,几人的顽皮自然受到了惩罚 可就在罚贵之时,恐怖再次找上了阿乐 如血液般的黑影从供桌下窜出,急速流动 但在元宝三人眼中,无理一切正常,什么都没有 眨眼间,黑影来到了阿乐身边 他大气不敢喘,只能几里后退 那黑影并没有放过他 反倒是凝聚成一只破败如墨的鬼手 捂住了阿乐的口鼻 此时的阿乐王魂肩帽再也控制不住,起身就跑 他刚想求助三姐 但脑海中猛的闪过零碎的画面 阿乐最终放弃了,选择独自承受那些恐怖 遭遇诡异的不只是他,还有严东 他的手机突然收到未署名信息 内容竟是那场车祸的现场照片 而且是死者阿方的近距离遗容 这让严东一头雾水 照片是谁拍的,又为什么要发给自己呢 来不及多想,包紧已经给他安排好了行程 为了写出畅销的佳作,包紧特地联系了姨母 带上严东前来体验生活 姨母正是安堂主理人三姐 严东要体验的内容自然就是白氏中的超度仪式 包紧满心期待,已经等不及下一场仪式了 他找上元宝三人询问见鬼方式 没想到竟然真的有 做法是在半夜12点的时候,放三个椰子在三叉路口 然后踩上去,弯腰向后看,这样就能看到鬼了 这个方法在安堂流传已久 根本不需要什么咒语仪式,非常灵眼 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脚千万不能离开椰子 说完这些几人转身就走,只留下严东一人 随着阵阵凉风袭来,时间到了12点 虽然嘴上说着不怕,但这四下无人的阴森交外 还是让严东一阵不自在 他左顾右盼,确定身旁无人后缓缓起身 闭上双眼从两腿间望去 周围静得可怕,根本没有一点声音 严东浑身颤抖最终还是没敢睁开眼睛 他猛吸一口气再次起身如法抛制 这次的严东果断睁开了庄眼 谁知身后的街道竟变了样子 灯光阴晴不定闪烁着熄灭了 一团飘忽的光点凭空出现 将街道映照出森森幽光 滚滚黑烟般的阴气缭绕弥漫 一双漆黑腐烂的脚从天而降 一直有着黑色纹身的鬼手 更是直接拉住了严东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大喊一声跌坐倒地 好在阿勒正巧经过拉起严东就跑 两人一路来到警局门口 这才停下了脚步 至于为什么是警局 因为鬼怪最怕黄气 警局自然是他们不敢踏足的地方 但警局也不可能一直待下去 只需佩戴柳枝在身上 一样可以保证安全 一场有惊无险的经历就这么过去了 严东在包进几人面前强装镇定 谁知他的脚踝处竟真的出现了一圈黑子的淤青 严东心中一惊 嘴上还是坚称自己并没有见鬼 可就在他回房间后 身后的木板下总会传来异样的响动 好在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一切仿佛都开始不同了 到了第二天 严东在殡仪馆的厕所中 看到了一个身影虚幻的白衣女人 女人全身散发着似有似无的黑气 阴侧侧的紧盯着她 幸亏严东跑得快 这才逃过一劫 谁知当她回到现场后 一眼便看到了今天超度仪式的主角 那个逝去的老人 灰白的面容漆黑如墨的双眼 就那么凭空漂浮着来到严东和阿乐身边 万幸的是老人并没有恶意 但严东心中还是乱成了一团麻 自己真的能看到鬼了 回去的路上 严东请教起阿乐 其实见鬼并不可怕 只需要记住两点 第一绝对不能让鬼魂知道你能够看见他们 第二千万不要和鬼说话 听了这话 严东稍稍安心 可包镜此时却不安起来 他方才不小心抹上了狗眼泪 误以为自己已经开了天眼 结果是他想错了 因为那树上漂浮着的女鬼包镜 根本看不到 严东紧急阿乐的话真的安然无恙 之所以阿乐如此有经验 还要归结于儿时的经历 他体质特殊从小便能看到鬼魂 不想这也给家庭带来了灭顶般的灾难 而侵扰着他的噩梦 还有时常铺现在面前的阴魂便是由此而生 其实三姐能够帮他封印一切 但阿乐一直都在拒绝 他虽然非常惧怕 却不愿放弃见鬼的能力 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那场心结 当年阿乐父亲出走 追出来的父母遭遇车祸 父亲当场丧命母亲昏迷多年未醒 阿乐想要见到的鬼 其实是想见到自己最大的遗憾 父亲 正是自己的任性才导致恩爱的父母天人相隔 严东想要安慰 但也不知从何开口 超度法师能够超度心结未了的鬼魂 那么人呢 是不是也能够被超度就像阿乐 不像花音刚落漆黑无人的街道 突然现出一个女人身影 就那么直直站在原地 女人披头散发 脸色白得吓人 她没有双脚 下一刻 四周阴风大作 女人猛然飞向汽车 猙獰的鬼脸露出獠牙 张着血盆大口化为一团黑烟 直冲进了汽车内部 消失不见 等严东哈勒睁开双眼 后视镜中正有着那女鬼瘆人的面容 两人被吓得呆坐原地 强装看不见商量着对策 想来想去 只有汽车而逃了 扭头间正遇上了巡夜的警察 黄气加持下 女鬼顿时引去了踪迹 两人总算逃过一劫 但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此时的超度现场已经乱成一团 年幼的生命无声消散 母亲悲痛到失去了知觉 罪魁祸首真心道歉 不向她的身子异常勾搂 顶惊看去 她身上正背负着满脸伤痕 怨气肆意的鬼魂 不过这一次 严东没有再害怕 而是选择了直面 阿勒本想劝她不要多事 但严东心中想的是 小男孩并不是恶鬼 悲惨不幸的遭遇 一定让她充满了遗憾 现在不是冤魂找上严东 而是严东选择要帮助冤魂 她让男孩附身自己 找上了母亲 当记忆中的场景重现 万念俱灰的母亲 终于释放出了压抑的悲痛 也许她想要的并不多 只是临别前最后一生再见 超度死人有法事科宜 而超度活人能用的 只有温暖的人心 第一次帮助了冤魂 严东很高兴 他到街头买了一碗红豆冰 奖励自己 但行好事运气自来 掉了钱也会有人善意其醒 只是当严东想去感谢时 那个撑伞的男人已经不见了 严东也没放在心上 他更加确定了 要力所能及的帮助冤魂了结心愿 超度活人 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面前的阿乐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但阿乐还是不看好这样的想法 毕竟活人不能过多接触阴魂 否则会严重影响自身 说话间阿乐带着严东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里飘荡着无数冤魂 他们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行 那就是他们应该去的地方 阴府 有些冤魂会带着遗憾上路 有些冤魂则会留在人间 四处找人帮忙了却心愿 最后趁着鬼门上开时入关 但如果找不到人帮忙 又来不及入关的话 这些冤魂就得留在人间 成为孤魂野鬼 怨气会随着增生 最终成为厉鬼 为祸人间 那时就算厉鬼改邪归正 想要投胎 也不一定有机会了 所以如此多的冤魂 严东又能帮助几个呢 他没有去想这些 当再次来到街头报兵店时 严东又一次遇到了 那个打伞的男人 男人想让他帮自己买一种冰丸 这种老式的吃法 立刻引起了老板的兴趣 然而在他眼中 一旁根本没有打伞的男人 只有严东在自言自语 这话让严东一愣 看来自己又见鬼了 不仅如此 他再次收到了未知来源的奇怪短信 而且包进也一同收到了 内容正是那场车祸的照片 自从抹过狗眼泪后 包进总感觉身边阴起逼人 那种感觉实在令人窒息 但其实他抹的是黄狗眼泪 并没有影响的 可这依然没有打消包进的顾虑 嘟囔着先行回家了 这一番话提醒了严东 这些奇怪的照片信息 会不会就是阿芳传给自己的呢 他可能也有心愿未了 想到这里 严东立刻呼唤起来 不想阿芳没有出现 反倒引来了一只厉鬼 阴暗交杂中 厉鬼缓缓转过身形 凶狠的阴气喷勃出体 厉鬼非一般冲向严东和阿乐 好在严东突出发剑 将那鬼影当场披散 这就是能见到鬼的苦恼 阿乐本想再次劝说严东 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阿乐的母亲醒了过来 他已经足足昏迷15年 然而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阿乐的父亲 母亲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不相信爱人已经不在人世 就像一旁病房中的老人 一样不愿相信他的孩子 只剩最后一口气 严东将一切尽收眼底 老人的不远处正有着少年的灵魂 之所以强撑着留在人间 使他有太多的话没有说出口 严东怎会对这样的悲剧视而不见呢 他引导着两位老人 说出了不曾出口的遗憾 眼泪无声滑落 心跳归于平静 少年释然了 去往自己该去的地方 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阿乐 以往的他面对鬼魂 全都选择视而不见 阿乐终于选择从容面对 以心去超度 他知道医院中正有女鬼对自己纠缠不已 阿乐竟直走进手术室 满地的鲜血凭空流出 手术台上正有着痛苦嚎叫的女鬼 真正直面那深淤般的眼眶时 阿乐还是忍不住大叫着跑了出去 但女鬼并没有放弃 就那样流着血泪缓缓靠近阿乐身边 终于阿乐毅然转过头去 选择直面多年来惧怕的鬼魂 他拿上报纸重新追进手术室中 阿乐一把甩下报纸 隶属女鬼犯下的错 严厉焦急的语气 没有一丝恐惧 直言让女鬼放下怨气 承受自己种下的业障 一瞬间周围的异想 全都戛然而止 女鬼离开了 然而这一幕被刚刚醒来的母亲 看了个正照 她很想见一见爱人再说上几句话 毕竟她已经昏迷了15年 阿乐本想用善意的谎言让母亲安心 可支言片语中 母亲便听出了破绽 其实阿乐一直以来的愿望 同样是能够再见父亲一面 她害怕归婚 却不愿被封印这能力的原因正是如此 阿乐超度了许多人 却始终无法超度自己 也许严冬可以做到 当她再次收到未知的短信时 严冬带着阿乐来到了阿芳家中 看着屋内陈列的摆设和照片中的一模一样 严冬知道自己想对了 阿芳真的有心愿未了 冬的一声巨像从衣柜中传来 严冬静止走上去 拿出了一部手机 上面有着一段录音 是阿芳生前最后的记录 原来那场车祸来源于阿芳和情人的争吵 是母亲一直误会了她 当真相被解开 阿芳孤苦的灵魂吹起了肆虐的风 仿佛在宣泄着她内心压抑已久的苦痛 随着时间的流逝 很快便来到了隆重的超度大法会 人们在这一天相聚祭拜 缅怀超度逝去的亲人 严冬手持相机记录着盛大的仪式 不过这样的场景难免让她胆战心惊 拱桌旁仅是晦暗的人影 如此之多的数量饶是习惯了见鬼的严冬也不免避而远之 超度法会圆满结束 严冬再次来到街头要了两个冰丸 回头间她再次看到了那个吞伞的男人 严冬好奇的询问起来 可男人已经忘记了自己要等什么人 那个人在哪里 他在这里已经等了好久好久 但现在是到了要上路的时间了 严冬虽有遗憾 但此时他真的无能为力 不想当他把冰丸带给阿勒时 阿勒瞬间慌张起来 因为这冰丸的吃法正是父亲和他独有的方式 多年来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 阿勒一脸惊喜的跑了出去 然而路口已经空无一人 由大喜跌落到大悲 阿勒的心更痛了 难道自己真的无缘再见父亲一面了吗 多日来的相处 严冬和阿勒的心也在慢慢靠近 看着难过的阿勒 严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超度阿勒 不让他有遗憾 想到这里 他带上相机再次冲回超度法会县长 严冬静止找上师父 他要前往地狱之门带回阿勒的父亲 平静的树林中阴风乍起 法灵摇晃不止 严冬调整呼吸一脚踏去 世界顿时发生了变化 游身的小镜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阴气漫天狂杀自虐的阴间之路 昏黄的灯光照亮着冤魂前行的方向 数不尽的灰暗人影阴晴不定 呆滞地向着前方走去 枯萎的大树连根拔起 漂浮在低沉的天空 就连四周的深河也是一样毫无生机的黑白色 放眼望去 满是破败和凄凉 严冬不愿多呆立刻呼唤起阿勒的父亲 情急之下 严冬更是看错了人让自己身陷危机 李贵骤然转身 一把掐起严冬大口吸食着他的氧气 幸亏阿勒的父亲及时出现 带着他逃回了人间 此时的阿勒也得到消息赶来 谁知近在眼前的父亲阿勒却看不到了 难道阴阳眼是看不到亲人的吗 这个结果让阿勒痛苦不已 多年来的泪水汹涌袭来 他再也不用压制自己的悲伤了 但是父亲从来都没有责怪过阿勒 他的死并不是阿勒的错 反倒是这么多年来委屈了年幼的阿勒 接着最后的机会 父亲附身在严冬身上 见到了久违的爱人 没有愧疚和遗憾 只有诉说不尽 永不消散的爱 熟悉的歌声默契的舞步 分散十五年的家人 终于紧紧相拥在了一起 待到天空放晴 严冬终于醒了过来 经历过多次被附身的他 虚弱不堪昏睡了好久 师父也帮他关掉了阴阳眼 经历过一切的阿勒和严冬顺利 成章走到了一起 严冬终于写成了满意的小说 可就在他将稿件交给包进时 却发现自己最最要好的朋友 已经死了 全篇完 超度上映于2014年 看完全篇 老二感觉没有多么吓人 但是男主经历的一个个故事 却又那样生动 是啊 鬼魂有法式科疑超度 那人呢 解灵还需细灵人 如果当细灵人已经不在了呢 老二实在没有太好的办法 小伙伴们怎么想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老二哦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